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人教社数学插图的问题已经在全网引发了不小的舆论争议 而这一件事件持续发酵,也引发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所有关于这些教材的问题最后全都指向了一个工作室 那就是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 吕明和郑文娟则负责教材的封面设计 当矛图全部指向吴勇工作室 大家以为事情即将变得明朗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 那就是通过查询工商注册信息 压根就无法查到关于这家工作室的任何信息 从今年三月份公布的一份合同当中可以看到 当初人教社与吴勇所签订的合同中 使用的正是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 实际上这个单位根本就不存在 这也就意味着之所以采用这个压根就不存在的工作室签订合同 不过是想要掩人耳目 那么这个吴勇究竟是谁呢 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些呢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 吴勇毕业于如今饱受争议的清华美院 清华这几年口碑并不是很好 之前清华咪咪眼事件更是把清华推上了舆论的风口 吴勇毕业之后进入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 除此以外 他还曾经是汕头大学的教授 在书籍设计领域也算是业界的大咖了 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与他的老师吴敬仁密不可分 吴敬仁不仅是他上学时期的导师 也是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时期的领导 很多朋友应该已经注意到了 教材当中的封面设计写的是吴明 吴敬仁恰好就是吴明的父亲 尽管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并不存在 但是吴敬仁与吴明却共同有着北京的一家公司 从《启查查》中可以看到 其中吴敬仁占据60%的股份 而吴明占据20%的股份 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官网可以看到 吴敬仁还曾经受聘 作为人教版第11套教科书的艺术设计总顾问 把这些已知的信息结合起来加以分析 事情就很明显了 吴敬仁作为艺术设计总顾问 用自己持股的公司来签订合同并不合适 于是他就找来了吴勇出面签合同 最后让他的儿子进行设计 所以吴勇只是被推出来背锅的人物 背后真正的大佬则是吕敬仁 以及他身后神秘的吕氏家族 但如果对吕氏家族加以了解 就会让人细思极恐 吕敬仁自身作为业界泰斗 同时也是清华美院的教授 他曾经荣获诸多称号 而他的大哥是日本东京工学院的一名教授 同时也是我国翻译家协会的会员 他的二哥是美国的一名专业画家 同时也是我国上海交大的客座教授 他的三哥则是西安交大第一附属教授 他的四哥是美国摩根公司的一位高级工程师 家族五兄弟中有三位都在国外取得了不错的发展 绝对可以说是满门的高级知识分子 而他们之所以都能如此优秀 离不开他们的父亲吕淑涛的培养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 早在1942年的时候 吕淑涛就创办了大康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1937年松户会战以后 日本人占领了上海租界 当时如果想从事商业 就需要得到当局的许可 然而即使是这样 吕淑涛却依然如鱼得水 继续开办企业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 也并没有对吕淑涛造成任何影响 并且在次年重新开办了应染酬厂 变成了民族工业 开办第二年 就兼并了一家新开的日新印花厂 进一步扩大了自身规模 由此可见 身为一名商人 吕淑涛是十分成功的 而发家致富 也让自己的儿子们得到了优秀的教育 吕淑涛作为他们家最小的一个孩子 在上山下乡过程中 遇到了贺有职 也就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位恩师 从此让他走上了艺术道路 之后他开始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 后来被送往日本研修 在日本期间 他结识了自己第二位恩师 山浦康平 当时的他在恩师的事务所 学习了一年时间 回国以后 直接申请自费前往日本留学 并且由山浦康平 为他提供奖学金 后来他还曾经带着自己的儿子 吕明前往日本 拜访自己的恩师 之后吕明就开始担任教材的封面设计 随后我们的小学课本 竟然出现了日本N33K战机 难道这只是一个巧合吗 而吕氏家族经久不衰 在日本的占领下 吕淑涛依然可以开办企业 而吕靖人则前往日本学习 吕明在带人教设计之前 也曾经前往日本拜访山浦康平 所有的一切联系起来 似乎就不是巧合这么简单了 这个家族究竟是所谓的大佬 还是汉奸呢 这一点先打一个问号 而这次课本中出现的战斗机 是N33K战斗机 很多朋友也许对N33K战斗机并不了解 其实这架战斗机的原型 是清华日军海军穿西水上战机 在我国小学生的教材当中 悄悄植入了日本清华日军的战斗机 不仅伤害了我国人民的情感 而且也毒坏了我们祖国的未来 不得不让人怀疑 他们这么做的真实目的 其实在此次问题教材曝光以后 童话大王郑渊杰就表示 关乎祖国未来的小学教材 是如此严肃的问题 怎么会在里面出现这样的插图呢 如果这样对待我们的教材 早晚都会出问题的 如今在我国的教材当中 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 也恰恰证实了郑渊杰所说的话 在小学教材这么严肃的东西中 竟然出现了各种被丑化的儿童 而且还在其中融入了各种西方元素 通过这些插画 潜移默化影响孩子的审美以及思想 甚至直接影响到孩子三观的树立 对于教科书 还是应该如郑渊杰所说 对民族未来如此关键的大事 还是应该交给德才兼备的专家来完成 如此关键的工作 如果掌握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 对于我们的国家 甚至整个民族来说 都将会是一场灾难 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查清此事 给所有人一个满意的交代 让独教材背后的黑手 插尺难逃 希望我们以后的教材 能够给我们的后代 提供一个健康成长的氛围 守护孩子们的成长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看官队子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这里是不良哥哥 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